刚进货的黄芹中药材堆满仓库 这和先前空无一物的情景大不相同 防疫类药材陆续补货到位 但在今年5到6月大缺货 像黄芹 板南根 鱼心草 几乎在整个库房的库存 原本比如说有4个月的瞬间都下降为零 进丝本草芳或是说像清冠一号 里面都会用到植树 艾草 薄荷 鱼心草 清冠一号配方有10种 进丝本草芹配方有8种 这些防疫类药材供不应求 以前最切的就是刮螺丝 多很多切多很多 像这个新界都蛮切的 5 6用钢1年爆发起来 那这个是都用抢的了 需求量大增 国内中药厂紧急向中国大陆加购订单 因为市售的中药材 本土生产的只占6% 其余90%以上得靠大陆进口 如果说以平均的涨幅 应该有到5成到6成以上 单一的药材它可能涨幅比较大 甚至两倍到三倍四倍都有 中药影片大涨 科学中药半数也涨了两成 因为原料成本增加了 无论科学中药还是水煎药 都成了热销商品 一般民众也许平常不常接触 但是因为这次新冠肺炎 就是新冠疫苗的关系 可能对中药有更多的了解 而愿意来尝试使用中药 国内服用西药人口占66% 32%民众中西药搭配使用 疫情期间全台有三分之一人口 可能购买防疫类的中药产品 中药部分它的疗效 中药其实现在看得出来 真实世界数据是有的 可是它的副作用 显然是比较低的 中药可以增强免疫力 但民众仍需请教专业医师 切勿私自胡乱服用 否则可能未先防疫 先损己身